本子打不了游戏怎么办 不要丢 我们往下看 哈喽大家好 这里学鱼 一般来说 七毛本打不了游戏 主要就是显卡差 而移动显卡拓展屋 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顾名思义 它就是显卡加拓展屋的集合 可以通过所支持的高速率接口协议 直接起到显卡和拓展接口的作用 本期是拿到了GPD-GE移动显卡拓展屋 来测评一下 希望能帮助到各位小伙伴们 那么话不多说 直接开箱 沉甸甸的 打开后里面总共有GPD本体 说明书 USB4和一根电源线 机器的外观是长方体 银黑色 870克 做工和质感都很不错 放进背包 移动起来也非常方便 传输的接口是 Oaklink和USB4接口 当然雷电34也是可以共用的 在背面是电源供电 拓展接口是三个USB3.2接口 一个SD4.0接口 两个DP1.4A接口 和一个HDMI2.1接口 配置是相当豪华了 并且这块GPD用的是RX760MXT 8GB显存 支持AMD FSR3.0技术和AV1视频编辑码 表现怎么样 我们还是把线接起来跑跑分 打打游戏试试看吧 先跑个3DMark Time Spy综合跑分8296 FairStrike综合跑分20134 性能表现还是非常不错啦 不过这个分数是让TGB将决到了100W的数据 也是厂商为了将军分上噪音 妥协的结果 实际上这款移动显卡团人物 可以上到120W TDP Time Spy显卡跑分可以过弯 如果不是特别在意风噪 可以通过官网下载Webails 自行刷回120W 不过光看跑分价值不大 我们把原先的显卡禁用 只用GPD这块RX760MXT 跑下游戏试试 513-2K不打开FSR和光锥 超高画质下50帧左右 古墓利益同样2K 不开FSR和光锥 最高设置下60帧左右 当然这里也试了一下用主机M2 转机卡内接OKLAG接口 513-2K超高画质下70帧左右 全低特效可以跑到119帧左右 小机箱有福了 看起来比台式端显卡有过之而无不及 轻薄本可以变成游戏本 小机箱也能用上大显卡了 除了唱完这些3A大作 生产力也是显卡的一部分 我们用AV1格式 导出一段往期视频 看看怎么样 看来摸鱼的时间是有少了 综合看下来GPT G1这张移动显卡拓展物 有着40系列显卡的性能 游戏生产力都可以满足 最重要的是改变了轻薄本 难以流畅玩了3A的限制 让小伙伴有了更多的选择 而且现在市面上支持雷电34 USB4的设备越来越多 之后还会有更多产品 运用上这类高速率传输协议接口 所以你要是因为显卡发愁 不妨看看自己的本子 支不支支这类接口 满足自己的需求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能帮助到各位小伙伴们 这里学鱼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